最近这几年有食安风暴 所以大家对于吃到肚子里的东西都非常的在乎 我自己在吃麻油鸡呢 因为我住台北 我吃的有一家 这一家就是曾经有举办过麻油鸡节得到冠军 在哪里啊 哪一只 它在这旁边 双城街的乌骨鸡 它是黑的啊 它是黑的 因为比较有趣的是 因为它是路边摊 然后老实讲 因为这摊跟我们家还蛮有缘分的 保师傅还没有娶我的时候 它是保师傅的厨房 所以保师傅娶了我之后 他就说他都了解 因为保师傅以前定期一吃就四五百块 因为这个老板他是从圆环出来的 所以他做的菜都很有味道 然后他每次呢 他的乌骨鸡都是从彰化中部上来 所以他的麻油有履利 他的鸡有履利就对了 他的东西我不知道有没有履利 可是他的东西好吃 这个我可以保证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他煮麻油鸡都是大锅煮 他一次就是六只 那个汤头就很棒对不对 他一次就是六只 所以你去吃他的麻油鸡 他不会有让你觉得 你知道味道很浓厚 还是麻油让你觉得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我比较喜欢的就是 他其实是真材实料的清爽版 我自己非常喜欢有另外一家在苗栗 苗栗的龙华小吃中间这个 客家的 这个就是浓厚版 浓郁版 大家知道麻油鸡都要有姜 对不对 姜片它不是 它是姜块去皮锤 拍烂 那所以你在捞他这个整个 然后还有他用的是纯酒烧 那我就下一个 因为纯酒我没办法 非常就非常 可是那已经烧到 大概都已经酒都灰发掉了 所以他那个肉里面 就有一个很香的味道 就是灰发酒的味道 然后还有因为他的姜是 就类似这样子一个很大这样子 然后垂开 他就用这样子的方式 浓厚版 浓厚版 对 浓厚版 还有一个 另外这个 这个其实是有趣的这道汤 这道汤叫做四川的岳母鸡汤 这个其实是针对孕妇 四川也有吃麻油鸡的吗 是 没错 四川也有吃麻油鸡吗 是 而且这个是保师傅 小的时候他就会做 可是保师傅有在上课 他就把它改良 改良之后 教了这道菜之后 好多家庭主妇 宴客都喜欢拿出这一道 因为它会加笋子 它会加蛤蜊 你可以加一些菇进去 所以它喝起来就是 全身会发热 也是麻油 是 主要是以麻油做底 可是它会加蛤蜊 是 蛤蜊 那我喜欢 所以好的麻油很重要 对不对 好的麻油很重要 我其实今天有带一瓶来 可是这个其实应该是讲说 我一样就食安风暴过后 很多人就很在乎 大家就知道 哇 麻油原来也有假